瑞瑟乡乌杠部落聚会所批建计划 在克服了都市计划内的用地问题后 原本109年度就要展开新建的工程 不料承包厂商财务出现了问题而整个停摆 为了让部落期盼早日实现 向代表林玉芬4号会同头目追问公所作业的进度 相公所表示 目前已经在核建造的阶段 也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让聚会所顺利的来启用 2019年当年瑞瑟乡公所与相待会 克服都市计划内用地法规的关卡 2020年也顺利着手展开乌钢部落 期盼40年的聚会所批建工程计划 不料承包厂商出现了财务问题 而整个停摆中断 部落希望落空 在新的一年 向代表林玉芬关注后续进度 强公所建设客长李信义指出 重整旗鼓后 目前移送县府和八件造的阶段 这也似乎让乌钢部落聚会所露出了一丝曙光 然而今年部落风年纪能否在新的聚会所来举行 部落头目也高度关注 三年前就已经说要盖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这个要盖的消息 所以我们五岗部落的村民也是很等待这个 聚会所的盖法是怎么样的形状 也是这样子很等待就是这样子 上午向三公所建设客长职讯后 向代表林玉芬下午则是前往 五岗部落聚会所预定地会刊 并当面与头目说明 目前的腿板进度 以及期待客服的问题 也请部落族人在耐心等候 去年的年底 已经就是另外一个公司来承接这个案子 那在这个承接过程里面 现在目前案子已经送到我们的花林县政府 只要没有问题 应该最近会就是可能应该建筑执照会下来 建筑会下来 那建筑会下来就是 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来发包来动工 那也请我们的族人能够耐心地等待 因为这个过程有点波折 那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 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2020年 透过了立委政天才的提案 争取华东基金约2000万元经费 批建五岗部落聚会所 却因承包商出问题而延宕 而目前积极赶办的乡公所能否赶在今年8月 部落风年纪前完成 表示会有些难度 部落头目也了解体谅 将再与部落族人讨论 另立他处来举办部落风年纪 记得食欲栏锐采访报道